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五月九號 星期四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惟仁 首先來關心到的是 新北市的玉德國際學校五年級師生 七號是來到臺中市進行食農教育 不過在用餐後疑似食物中毒 有上百名師生上吐下瀉 臺中市食安處昨天派員 前往作業場所積查 採檢環境及食於檢體送檢 並令業者暫停工餐 活動都在新社進行 用餐也在新社輪回用餐 回報的大概有100 大概有超過一半的同學 有上吐下瀉的狀況 有發燒的狀況 現在還在醫院 大概還有三位同學在觀察 要釐清責任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衛生局也會介入 衛生單位也會介入 然後去採檢體了解說到底什麼時候出現問題 玉德國際學校有兩百六十二名師生七號前往新社進行食農教育 用餐後陸續有一百一十三人出現腹瀉及嘔吐症狀 臺中市食安處派員前往作業場所積查 積查的結果發現作業現場積沉不竭 冷凍庫未除霜 食材未覆蓋等缺失 以食安法第四十一條責令業者暫停作業及進行消毒 覆查未合格前不得公餐 以採檢的環境及食於檢體送宴 預計最快兩週後有初步結果 活客會與環境部公布歷時一年半完成的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二零二四研究顯示 如果放任排探到世紀末臺灣夏天可能會長達七個月 五十年發生一次的極端降雨可能縮短為十年 農林 漁木全部都受到威脅 極端氣候席卷 國科會與環境部公布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二零二四 若持續升溫到世紀末 乾旱的強度跟頻率都會提高 在升溫四度C情境下 極端長降雨事件 原本每五十年出現一次 會縮短至十年 未來臺灣人要面臨更長的夏天 住在臺北台中盆地的未來人類 將面臨更嚴峻的都市熱導效應 若全球增溫兩度 世紀末臺北的萬華中正區 也跟著增溫兩度 台中增溫略低臺北 分布在烏日大領霧峰 都將面臨氣候變遷 與都市熱導雙重夾擊 報告也指出 長期暴露高溫 對敏感族群的心理健康有害 比較重遇這個百分之七的 發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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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臺北報導 帶你來關心天氣 今天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水氣減少 北部還有東北部的天氣燒涼 清晨北臺灣低溫約二十度 其他地區是二十二到二十四度 白天的高溫在宜蘭花蓮為二十五度左右 北部是二七到二十九度 其他地區二十九到三十一度 感受上是舒適溫暖 不過在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 北臺灣的低溫會在二十度左右 感受上稍有涼意 找出晚歸的朋友要記得增添衣物 時事態關心到的則是在午後的各地 山區都會有短暫的雷震雨 尤其要注意到就是在南部的山區 會有機會出現局部較大雨勢 而明天東北季風減弱 北部還有東北部的氣溫回升 各地是多雲稻勤只有東部還有東南部 地區會有零星短暫震雨 午後在各山區還有南部地區 則是會有局部短暫雷震雨 尤其在南部山區降雨較明顯 有機會出現較大雨勢 好持續來關心到的則是在臺灣 是在二零二一年遭逢到百年大旱 面對異常的氣候 水利楚就推出了珍珠串計畫 要強化西部的供水管網 其中增紋南化聯通管的工程 每日輸水量可達八十萬噸 將連結增紋烏山頭水庫 跟南化水庫 並且串聯既有的南化高坪聯通管 讓嘉義 台南及高雄三地 能互相支援供水及儲水 頭戴安全帽仔細聽水利署長介紹 總統蔡英文在經濟部長王美花等人的 陪同下來到增紋水庫 視察增紋南化聯通管工程 原本預計六月底才能完工的工程 八號下午開始沖水 聯通管工程完工後 每日輸水量可達八十萬噸 除了讓增紋烏山頭水庫 能跟南化水庫串接 也連接 既有的南化高坪聯通管 不只風水期可有效儲存 易流水 遇枯水期高坪溪流量 減少 也能藉由聯通管 將增紋水庫水源往南送 強化嘉義 台南高雄三地的 吊水能力 臺灣在二零二一年遭逢百年 大旱 面對飛旱急遭的異常氣候 作為水利署珍珠串計畫 重要的一環 增紋南化聯通管工程 以二十號串聯南化高坪聯通管 視通水為目標趕工當中 希望提升南部地區 因應氣候變遷的供水韌性 帶你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報 首先來看中國時報的部分 衛福部疾管署宣布 自從五月十九號開始 口罩令就全面要來解禁 各醫療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 調整為建議佩戴口罩場所 不再強制佩戴 疾管署表示有疑似感冒 感染呼吸道傳染病 或者是出現發燒 呼吸道症狀的時候 出入醫院期間仍然應該要 佩戴口罩 並遵循呼吸道衛生 與咳嗽禮節 及落實手部衛生 接著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中國國安部在日前 發布了兩項新規 自從今年的七月開始要來實施 其中就包含國安機關 可對個人電子設備查驗的 相關規定 有媒體是披露 在深圳 上海等口罕 已經提前來實施 最後看到自由時報 政院今天將通過打炸專法 詐欺犯罪危害防治條例草案 以及洗錢防治法 科技偵查 及保障法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等立法與修法 草案也要求 TikTok等境外大型網路平台 淚落地 在台必須指定法律代表人 好 持續來看到的 則是在去年獲選為高雄模範警察的 理性偵查所 涉嫌進入到 165反詐騙系統平台警證系統 收集個資後傳給詐騙集團成員 被寄兩大過免職 也被起訴 一審法官認為 理性遠景泄密罪成立 不過兩人之間的金錢往來屬於借款 不構成貪污 以違反個資法 泄密核判不得一顆罰金部分 三年突刑 上臺接受表揚去年六月 這位被選為高雄模範警察的 理性偵查所 涉嫌跟高中同學 也就是詐騙集團首腦掛鉤 從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到隔年七月 提供警證系統165反詐騙系統平台 查詢的個資給對方 也有三十萬元的金錢往來 案件曝光後 理性偵查所遭兩大過免職 也被起訴 依審宣判出爐 法官認定泄密罪成立 但金錢往來屬於借款 不構成貪污 多次使用165反詐騙系統平台 以及案件查詢記錄維護等系統 收集他人的個資 加以拍照後傳送給他的髒性友人 此部分共有十三罪的犯罪事實 理性偵查所依違反個資法 泄密核判不得一顆罰金部分 處六個月徒刑 對此民間司改輝認為 這跟警察績效獎懲制度不透明有關 有績效才能升官加薪 可能導致有人因此走歪路 臺灣警察權益關懷協會則回應 警政查詢系統也因防範有新人士 盜取做了不少修正 像是登錄程序複雜化查詢者必留紀錄 也引發了不少基層反彈 認為程序過度繁複 但為了保障民眾個資 還是認可這樣的做法 記者王亚廷孟昭全高雄報導 今年發生多起警員自強身亡的事件 中華民國警察局眷屬關懷協會 昨天是會同立委召開記者會 呼籲警政署重視基層援警的權益 而非警察形象 讓事件處理能夠符合程序正義 三月底一次因為被 局控社偷竊喊冤 遭警大研究所退學 而舉槍自強的台南市麻豆 郎姓女警父親 講到傷心處忍不住哽咽 梁媽媽也在一旁淚崩 哭喊要還女兒清白 其是郎姓女警與同儕間相互代為 購買物品 卻遭第三人檢舉 由一筆一千多元帳目 轉入郎姓女警戶頭遭認定妾道 律師質疑警大警花短短四天 就調查終結做出退學處分 如此倉促是否受惡意檢舉人主導 以及退學處分是否符合 行政中立 畢偉指出根據監察院報告 過去十年間共有五十二名員警自殺 近四年就二十二名 而今年才不過四個月 只有六位員警舉槍自強 更直言警察體系內部髒化的制度 與缺乏程序正義 導致許多處理流程已不符合程序 讓基層遠景無所適從 甚至在職場遭遇不公 申訴又怕影響警察形象或長官申籤 反而讓申訴機會被沒收 更多的是在工作的時候 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 碰到問題的同仁 是我們自己的兄弟姐妹們 能夠適時的提供協助的方案 立委也呼籲希望內政部警政署 能更重視基層遠景的權益 而被警察形象 讓事件處理能符合程序正義 並多關心遠景的情況 不要讓看事再發生 記者黃曼陳伯玉 泰伯董 泰魯閣事故已經過了三週年 繼去年保存在台鐵富岡基地的 泰魯閣號出軌車廂發現罹難者遺骨 今年家屬兩度重返出軌處清水隧道 在軌道下方發現許多遺骸與遺物 經檢方見識比對 確認分別是當初十一名罹難者的遺骸 花蓮地檢署表示將檢討搜證流程 台鐵公司也回應已經通知家屬領回遺骸 家屬穿戴好安全配備在台鐵及花蓮地檢署 相關人員的帶領下二度進入清水隧道內 進行總檢視 沒想到在軌道下方 再發現了泰魯閣事故罹難者的遺骸與相關遺物 經花蓮地檢署見識比對後 確認是當初十一名罹難者的遺骸 陳鳳蓮直言對家屬來說 覺得荒謬又揪心 但某種程度卻又希望可以找到遺物 花蓮地檢署表示 這回共有二十五件骨骸經比對後 與十一名被害人身分相符 但部分的遺骨因為萃取DNA檢驗後已經用盡 目前可供發還的遺骨合計共八件 分別為六名罹難者所有已正式通知家屬 我們在去年發生這個車廂內 有這個疑似被害人遺骨的事件發生之後 那我們各單位也都責成 儘速地去檢討後續遇到類似案件的一個 收證以及清理的作業流程 那我們會依照行政院會議所頒布的一個原則 長期協助事故家屬團體太魯閣的眼淚 律師陳沐秀則表示 由於去年保存在台鐵富剛基地的太魯閣號出軌車廂 發現罹難者遺孩 因此罹難者家屬才又提出要回清水隧道去進行 確認是否還有家人被遺忘 家屬判藉由此次事故慘痛經驗 在未來當發生類似重大事故時 要有明確的災後處理標準作業程序 對於這個各單位之間在災害現場如何橫向聯絡 而能夠具體完成這些事項 要有一個一個溝通的模式 對此台鐵發出新聞稿表示 巡獲的疑似海骨經法研究所於近日鑑定完成 七日就鑑定結果逐一通知家屬領回遺孩 台鐵除了權力配合家屬需求 也會依SOP妥善處理 並提供家屬相關的協助與關懷 記者偉莊志成 溫家凱 綜合報導 發生在二零一九年的南方澳大橋坍塌案 昨天一審宣判 因為沒有案途施工 加上監造不利 臨性包商依過失致死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無性工地主任 邊性協力廠商以及誠性監造 都被處兩年徒刑 有兩名時任蘇澳港營運處工程科經理 則判無罪 全案可上訴 南方澳大橋二零一九年坍塌 導致六名外籍一工身亡 施工廠商和港務公司人員共六人列被告 八日一審宣判 何一廷認為 因為沒有案途施工 加上監造不利 導致大橋端毛系統使用二十餘年後 產生嚴重嗅蝕而失效 施工的零性包商依過失致死罪 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無性工地主任 邊性協力廠商及誠性監造 都被處兩年徒刑 不過對於判決結果 被告也有話要說 八十一歲 邊性廠商到法院廳庭 他認為判決不公 身身負責的主要施工 調索 工程絕對沒問題 事後續工部門沒有圍觀號 大橋才會坍塌 他一定會上訴 他們從我們用儀器安裝完了以後 二十五年快三十年 從來沒有用儀器再檢查過 同樣遭到起訴 時任蘇澳港營運處 方線和黃信工程科經理 何一廷則認為 南方歐大橋並非公路法 及公路相關規範定義的公路 且當時港務公司制定的作業要點 也沒有因辦理特殊性橋樑檢測的規定 因此兩人並沒有辦理南方歐大橋 至少兩年一次定行檢測的義務或判無罪 宜蘭這座葫蘆篤大橋車流量大 經檢測劣化嚴重 宜蘭三區能針對線管兩百三十八座橋樑檢測 共三十座橋樑需修繕 目前已啟動工程 要避免南方歐大橋漢市再度發生 至於新的南方歐大橋 港務公司表示 會依照行政院新班的橋樑檢測維養規定來維護 記者林靜倫 宜蘭報導 台南市北區去年五月八號發生三歲 對於姓小妹妹車禍事件 引發全國議論 也讓行人路權意識抬頭 事發一周年 行人臨死亡推動聯盟 八號就號召民眾到案發路口鄭白花 悼念於姓女童 手拿白菊花身穿黑衣服 大約十五名民眾就站在於小妹妹車禍路口悼念 場命哀期 去年五月八號 於姓小妹妹與媽媽走在路上 卻不慎遭到汽車撞擊身亡 引發全國議論 也讓行人路權意識抬頭 事發後一周年 民間團體回到同個路口 卻依舊沒有完善的人行空間 他雖然離我們而去了 但是在過去的這一年 因為這起的事件 讓我們所有的人 開始終於重視到 台灣弱勢用輪的安全 把這股悲痛的心情 化為我們未來再去改善台灣交通的動能 事件發生後 來自台灣各地的民眾也聚集到路口 查看事故發生的原因動線 才發現駕駛人與市府工程都出問題 過去的工程都是以車子為核心出發 也因為與小妹妹生命的逝去 才讓這個國家開始漸漸重視行人的路權 相信政府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臺南市交通局進一步解釋 臺南市一百一三年第一劑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相較前年度六十人降為三十三人 同時相較前三年度同期平均值減少二十人 未來持續落實交通防治工作 讓用路人能夠行得安全 記者溫正恆台南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歐洲行 由法國轉赴塞爾維亞八號和賽國總統武器齊 進行會談 雙方共同宣布建構中賽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是隨後表示中賽自由貿易協定 將在七月一號正式生效 開心交換文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塞爾維亞 簽署聯合聲明 將深化和提升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除了宣布中賽自由貿易協定 將在七月一號生效 還為塞爾維亞帶來多項利多 習近平歐洲行第二戰由法國轉赴塞爾維亞 賽國總統武器齊抗力親自到機場接機 兩國領導人會談後 習近平宣布中賽命運共同體建設 首期六項措施 內容還包括兩國青年交流 歡迎賽方增開貝爾格勒 直達上海航線等 塞爾維亞總統武器齊 則再次表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更在聲明中強調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結束賽國訪問後 習近平將前往本次出訪最後一戰匈牙利 並將和總統和總理會談 習近平仍還沒到八號 先在當地媒體投書表示 雙邊關係進入歷史最好時期 公視新聞 文提昌編譯 就在美國證實 停止公輸以色列炸彈後 目前最新的情況是 哈馬斯在八號 於加薩走廊 跟南部城市拉法 跟以色列的軍隊交戰 而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 對於華府的決定表示 非常失望 哈馬斯在加薩擁擠的 南部城市拉法郊區 跟以色列軍隊交戰 此前華府證實 暫時停輸以色列一批威力強大的炸彈 以防止巴勒斯坦平民傷亡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爾登 對華府的這項決定表示 非常令人失望 華府打算盡量避免 以色列全面入侵拉法 並表示 相信哈馬斯修訂後的停火協議 有機會打破僵局 該談判八號與開羅重啟 八號下午 在拉法上空 可見爆炸濃煙竄生 直升機掠過發動攻擊 拉法西部有房屋被炸毀 有人死傷 以色列坦克七號星期二 開進拉法一處邊境站點 切斷一條重要的援助路線 以及撤離傷患的唯一出口 一位聯合國官員表示 這隊已經超過一半處於飢荒的百姓之救援 根本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 以色列近期不斷威脅 要對拉法發動大規模進攻 殲滅倭藏其中的數千名哈馬斯戰士 但拉法同時也是數十萬名巴勒斯坦人 目前避難之地 百姓在聽聞以色列下達疏散令之後 又拿起大小家當逃命要緊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表示 自六號星期一以來 約有一萬名巴勒斯坦人離開拉法 哈馬斯表示旗下戰士正在東部 跟乙軍作戰 伊斯蘭聖戰組織則在機場附近 重炮轟擊 公視新聞黃遠林編譯 面對這幾週 美國大學校園的挺拔浪潮 美國總統拜登指出 人們不應該忘記是哈馬斯 先對以色列人發動攻擊 到目前為止 美國有近四十所大學掀起紮營反戰活動 而這股熱潮已經蔓延到歐洲 期間的衝突暴力導致一百六十九人被警方逮捕 美國總統拜登七號在美國大屠殺紀念館 年度紀念日儀式上指出 許多人已經忘記這場歷時七個月的 以哈衝突是哈馬斯先動手 造成以色列一千兩百人死亡 是自納粹大屠殺以來 猶太人死亡最慘重的一天 他堅決反對美國反猶太主義高漲 任何暴力威脅與仇恨都必須停止 美國 美國 芝加哥大學校內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七號在行政大樓外集結 持續與防暴警察對峙 到目前為止 美國有將近四十所大學掀起反戰示威 從四月十八號以來 已經有兩千六百多人被警方逮捕 而這股抗議熱潮也擴展到西歐國家 包括德國 英國 法國 西班牙和荷蘭等學生 也在校園裡扎營 他們高舉所有人 都在關注拉法的標語 高喊反對加薩戰爭的口號 而大批荷蘭的鎮報警察 則拿著盾牌使用警棍毆打 並驅趕抗議學生 抗議學生對著警方高喊可恥 歐洲多所大學的抗議學生 佔領學校大廳與設施 並且要求校方要終止與以色列機構的夥伴關係 期間引發的暴力衝突 總共導致一百六十九人被警方逮捕 另一方面 由於加薩人道危機日趨惡化 七個月來將近三點五萬名巴勒斯坦人喪命 美國官員七號證實 美方兩星期前已經暫停對以色列供應數千枚 九百跟兩百二十五公斤的炸彈 藉此表達對以色列進攻拉法的擔憂 但未來是否恢復供應還不得知 公視新聞沈盧培編譯 美英國的藥廠AZ阿斯特傑利康七號表示 因為後疫情時代對疫苗的需求不高 新版疫苗生產過剩 將開始在全球進行回收 並撤銷在歐洲的銷售的授權 由於藥廠今年二月才在法庭上首次承認 疫苗在非常罕見的案例之下 會引發血栓等副作用 外界也猜測 回收疫苗是否與此有關 生產線上一瓶又一瓶的疫苗 快速經過傳送袋準備裝箱 這是過去新冠疫情嚴重時 英國藥廠AZ阿斯特傑利康 提供全球新冠疫苗需求的產線 但在進入後疫情時代之後 隨著各種針對病疫病毒開發的疫苗 越來越多 讓AZ藥廠生產的更新版疫苗 Vexaviria已經生產過剩 藥廠在七號公告開始回收全球過剩的疫苗 由於過去AZ新冠疫苗曾經造成許多施打民眾 出現TTS 血栓並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在英國造成至少81人死亡數百人重症 藥廠還遭到50多名受害者跟家屬提告 AZ藥廠今年2月終於在法庭文件中首次承認 這款疫苗可能會在非常罕見的案例下 引發罕見的TTS 隨後就在3月5號提出撤回疫苗的申請 讓外界質疑藥廠回收疫苗的行為是否與此有關 但AZ藥廠強調回收疫苗跟法庭文件的內容無關 時間重疊只是巧合 並且重申公司對Vexaviria疫苗 結束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效果感到自豪 根據第三方統計使用疫苗的第一年就挽救了超過六百五十萬人的生命 供應全球的疫苗也超過三十億劑 如今AZ疫苗資源撤回Vexaviria疫苗在歐洲的銷售授權 代表這款疫苗未來將無法在歐盟繼續使用 預估未來幾個月對於英國跟其他已經批准這款疫苗的國家也會提出類似的申請 各位新聞陳述秉儀 儘管阿根廷的物價上漲情勢在二零二四年第一季有稍微減緩的趨勢 但平均每個月仍高達百分之十一 阿根廷中央銀行從這個星期開始發行面額一萬元的新紙鈔 讓民眾在購物的時候手頭的現金重量和體積得以減輕 根據金融時報指出阿根廷平均每月的物價上漲 已經從二零二三年底的百分之二十六下降到二零二四第一季的百分之十一 大力推動經濟改革的總統米雷伊宣稱 四月平均通膨可以降到個位數 不過對平民百姓而言最有感的還是每天在賣場跟商店裡看到隨時可能變化的商品標價 當十一住行樣樣變貴民眾第一個反應就是減少消費 或是不買品質跟價格偏高的東西 該買普通一點便宜一點 賣誠意的老闆則說 雖然衣服被排除在優先採購的名單之外 但與一九八零年代政府被迫發行面額百萬批鎖的時代比起來 現在出現一萬元紙鈔算是小意思 阿根廷民眾的消費習慣仍舊相當傳統買東西喜歡用現金而非信用卡或者第三方支付 在物價上漲幅度大的時候購買日用品或食物都必須帶著一大包的鈔票上街 對此阿根廷中央銀行推出新版的紙鈔面額達一萬元批鎖 是原有最大面額2000批鎖的五倍 希望讓民眾減少攜帶現金紙鈔的數量 而面額兩萬元的紙鈔預計在今年第四季發行 國際貨幣基金IMF在阿根廷政府同意增稅與刪減開支等政策下 今年二月放行了四十七億美元的紓困給阿根廷 而這次發行一萬批鎖面額的紙鈔 對於消費大眾的心理乃至於未來的經濟走勢影響如何還有待觀察 公視新聞許家人編譯 全國工業總會新任總理事長潘俊榮 昨天當面向準總統賴清德提出建言 面對能源和缺工的問題 如果要留住企業就要為企業做準備 核能是可以考量的選擇 賴清德並沒有正面回覆 不過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表示 核電研議需要討論的層面很多 更需要有社會共識 全國工業總會舉行禮監事聯席會議 準總統賴清德成為座上賓 走馬上任的工總理事長潘俊榮先禮候兵 表示今天不會跟賴清德說太多 不要讓準總統有壓力 但也直言 能源和缺工是企業首要面對的問題 核能絕對是一個乾淨 而且沒有污染 經濟上來講成本最低 所以我也建立政府要考慮 包括最基本的 我們對核能儲於賴這些事情 研議這些事情 或者整個對這個能源政策重新檢討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 潘俊榮致辭時當面喊話 要留住企業 就要為企業做準備 對賴清德有信心 但是賴清德並未正面回應 支持核電廠研議嗎 不能保證到2023年 2030年都不缺電嗎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表示 龔總去年所提的白皮書建言 和政府政策方向一致 但核電延議需要討論的層面很多 更需要有社會共識 賴政府520即將上任 希望在不缺電的前提下 穩健推動能源轉型 不過後來到場祝賀的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則說 若核電要延議 台電也必須事先提出研議計劃書 不是時間到了就可以繼續用下去 但目前卻沒有聽到任何風聲 記者朱鳳志張明如 台北報導 台中一名李小姐因為產後肥胖就醫 進行縮胃礦腸手術 但因為她是內臟全轉胃 也就是俗稱的鏡面人 讓醫療團隊相當傷腦筋 所有醫療器械與手術步驟 都要調整到完全反向的位置 手術的時間也多出一倍 幸好相當順利 這也是全球首例內臟全轉胃 縮胃礦腸手術案例 拿著特製的器官T-shirt在身上筆劃 35歲李小姐高中時 就醫檢查意外發現自己的器官位置 左右相反 後來因產後體重飆到112公斤 造成中重度脂肪根與睡眠呼吸中止症 要進行手術時 才知道自己是內臟全轉胃的 縮胃礦腸手術全球首例 在高中我出車禍的時候 就發現心臟了 之後或許身體不舒服是 在有一段時間不太 腸胃不太舒服 我就去掛急診 急診就叫我去照核子根本 之後他跟我講說 你全部的器官都不一樣 中國服役表示 俗稱鏡面人的內臟位置 反向是罕見先天性基因異常 大約每2.5萬人之中會有一例 外科醫師中其職業生涯都未必能遇到 不僅手術時間多出一倍 所有醫療器械與手術步驟 都要調整到完全反向的位置 事前更無從練習 只能憑藉手術經驗與臨場應變 院方強調 縮位礦場手術 是結合了位縮小與近端小腸 繞道的心室手術 以往內臟轉位案例多半為部分器官反向 全器官轉位則是第一次 術後將能減少飢餓感 並增加吃東西的飽足感 達到減重效果 記者 陽明峰 彭煥群 臺中報導 臺灣癌症基金會議調查發現 最受國人歡迎的早餐組合前十名 而營養師就建議早餐可以增加纖維的攝取 選擇高營養密度 原型食物跟低升糖食物 臨上蛋液兼臺想起撲鼻 臺灣早餐店密度高 不論中式西式應有盡有 不過現代人生活忙碌 部分民眾對於早餐要求不高 甚至是有吃就好 但也有人認為一定要吃早餐才有精神 根據臺灣癌症基金會調查發現 最受國人歡迎的早餐組合 臺灣民眾最常吃的前五名早餐組合為 麵包三明治蛋餅 搭配豆漿咖啡牛奶 營養師指出臺灣人常吃的早餐 多為高碳水組合 明顯缺乏蔬果膳食纖維比例不足 可能在短時間內讓血糖迅速升高 導致人感到昏昏欲睡 精神不濟 今天如果我們比較想吃麵包的話 我們可以盡量挑選一些比較歐式的 或者是雜糧的麵包 營養師建議包括增加纖維攝取 選擇高營養密度原型食物 低升糖食物為優先 而調查也發現六成國人自認早餐 選擇營養並不均衡 其中又以三十到三十九歲女性族群的 整體健康分數表現最差 成為壓力大緊繃到一般就斷的扁可頌族 對於女性族群營養師也提醒 國人早餐普遍缺乏維生素C 膳食纖維 鐵等營養素 建議早餐蛋餅可以加入里肌肉片 或其他低脂紅皺 以非加工皺為主 補充維生素C 也可以加強鐵的吸收 記者黃曼陳柏玉 台報道 距離巴黎奧運只剩不到八十天 臺灣已經在十個種類 運動種類取得三十席的參賽資格 其中輕艇競速 男子輕艇肌流等項目 首次有臺灣選手拿到門票 為了要鼓勵選手突破自我 有公益信託基金和教育基金會就合作 首創體育賽事創紀錄獎 最多可獲得一百萬獎金 一身有黑石而燦笑 他是輕艇競速選手賴冠傑 也是四月下旬在亞錦賽摘營 取得巴黎奧運門票 臺灣首名前進奧運的輕艇競速選手 開心取得奧運門票 而且此行在輕艇種類取得資格的 不是只有自己 還有女子輕艇肌流的張竹涵 男子輕艇肌流的吳少璇 這隊表姐弟 奧運強度高 若能拿牌前三名將有兩千萬一千萬與五百萬元國光獎金 四到八名也有 但鼓勵選手突破自我 有公益信託基金和教育基金會合作 首創體育賽事創紀錄獎 在奧運或帕運名次刷新臺灣在該項目歷屆最高排名 或是首次取得資格並玩賽 能獲一百萬和三十萬獎金 我可能會用這筆獎金去幫助我家鄉比較弱勢的一些小孩這樣子 杭雅銀牌取得巴黎奧運資格的男子拳擊選手甘家威說 若能拿到創紀錄獎 將用來幫助家鄉的學弟 賴冠傑和吳紹玄則說 將投注在運動訓練與保持健康體能上面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台北報導 第二屆倫敦數位藝術週日前展開 今年新期前衛的AI藝術 佔整體展出三到四成 凸顯AI藝術日漸增加的影響力 與潛在商機 AI藝術走在科技與藝術合作前端 但也面臨評價兩極的情況 公視國際記者造訪專門展出十四幅AI藝術作品的畫廊 其中半數以上的展出作品在展前就已經售出 在名為新的開始的開創性AI藝術展覽中 一進門就見到這充滿亞洲印象的趣味作品名為洗衣機 一向關注氣候變遷現議題的新加坡AI藝術家 集結了衣服服鮮活有趣的老夫人洗衣服的畫面 成功地受到矚目 在展前就已經售出 習近的還有這幅也未來英國王后為名的作品 艾蘭藝術家將其形塑為混合艾蘭跟印度裔的女性 試圖開啟觀展者對英國殖民歷史跟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 這位藝術家十年前就以一幅馬鈴薯的照片以百萬美元售出 成為有史以來最昂貴的二十張照片之一 但這幅挑戰英國皇室想像的作品目前還代價而估 AI藝術走在科技和藝術合作的前端 但評價依舊兩極 主辦者也強調開啟兩端對話的重要性 AI藝術作品呈現形式多樣化也有來自香港的藝術家 與人與機器互動的共同創作 觀展者可以細細研究人類跟機器的筆觸有何不同 當下正是視覺藝術面臨重大轉變的時刻 AI藝術商機看似潛力無窮 但策展者也提醒盲目跟風能具風險 購買任何藝術品前還是要充分研究 AI藝術不再只是噱頭或者是實驗 而是可以發展成真正的商機 這讓AI藝術界為之振奮 公視國際記者文雅方在英國倫敦的採訪報導 印尼巴厘島有一個龍人村 龍人和聽人彼此是家人朋友 人人平等的概念就自然地融入生活 村裡的小學龍人跟聽人一起上課 不過這裡的首語只有村子裡的人才看得懂 龍人在這裡除了跟聽人一樣 學習知識跟生活常規 他們也要學習印尼首語 準備未來可以到村子外的學校 繼續求學還有跟外界接軌 印尼巴厘島龍人村 當地的國小歡迎龍孩子就讀 只是這間教室竟然有兩位老師 女老師在帶同學們唱歌的時候 還有一位老師提示動作 因為這個班級中有兩個學生是龍人 這一堂是五年級的數學課 有了老師同步用手語授課 兩位龍孩子也能夠同步接收訊息 除了每個老師都會一點手語 聽人孩子更是把彼此當好朋友 希望我能夠同步接收訊息 但我也能夠同步接收訊息 我也能夠同步接收訊息 我也能夠同步接收訊息 彼士奴除了擔任高年級的課堂翻譯 也是低年級的老師 現在一年級的兩個龍孩子正在學習英文字母 此外老師也會教他們發音 此外老師也會教他們發音 在這裡老師不僅教授本地的手語 也會教印尼手語 讓孩子從這裡畢業後 也能和其他地區的龍人溝通 我的名字是Riska 首語名字是這樣 五年級我喜歡在這裡上學 我的首語名字是尖鼻子 讀五年級現在十二歲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老師 在這個校園裡 就跟龍人村一樣 對龍人一視同源 以平等有愛的態度相處 讓孩子們即使離開校園 也有勇氣面對未知的世界 記者歐佩軍羅盛達 印尼巴黎島採訪報導 接下來我們起來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 預報資料 我們下次見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好晚安 我們好晚安 謝謝 si 我們好晚安 好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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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晚安 好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